苏氏虽然贵为北宋第一网红 但是他的命运真是悲惨到不行了 中年丧妻老年丧子 围观四十载被贬三十年 甚至因为惹到了皇帝老人家 差点掉了脑袋 但无论命运如何把它按在地上摩擦 他都能够苦中作乐 优雅的竖起剪刀手留下最美的自拍 自带朝黑体质不是被贬 就在被贬的路上中央待不住 地方的广阔天地也可以大有作为 要到地方当官还给皇上写感谢信 结果被敌对势力截胡拿去大作文章 说他愚弄朝廷对皇帝不忠 还好铁杆粉丝皇太后出面求情 才保住一命发配皇州 死里逃生后第一条朋友圈居然不是感谢领导 而是皇州的东西好好吃啊 被贬没钱吃不起牛羊肉 那就自己改造猪肉 发明了流香千古的东坡肉 交了一大堆朋友都是江湖好汉 学人家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果不其然得了难言之隐 吃肉不好用就发明了食疗 东坡福林饼效果特别好 想要长命百岁却没有枸杞保温杯 只好靠静坐来养生 并在心里默念多回一天是一年 虽然人生就是一场暴雨 没伞的孩子只能奋力奔跑 但无论被凌晨什么样 苏氏都能很洒脱的活下去 贵为北宋第一惨 苏氏都可以活得这样 超烦洒脱 你我的烦心事又算得了什么呢 土云 土云 字幕 李宗盛